机械链接第四章 姿态与姿态呈现 姿态 姿态是可以很快观察身体姿势的一种方式 由于不正常的筋膜张力会造成各种身体的不协调 我们可以藉由观察到全身病灶在病人身上所表现出来的面貌 然而姿态的简式对于找出主要病灶并没有帮助 因此姿态主要是当作一个对照 让我们了解病人的筋膜张力 以及验证我们治疗的效果 我们必须区别出姿态的不平衡是可逆的或是不可逆的骨骼的变化 由此驼背或是脊柱操弯可能暗示着一个非常广泛静态的状况 反之它可能不是一个严重不平衡的表征 任何情况下机械链接的治疗 必须是让病人回到和谐的舒服的姿态 姿态呈现 我们有时形容一个人会利用姿态来描述它 因此我们使用姿态呈现这个词 为了理解一个人的姿态呈现 我们带进体质的概念 举例来说 某个体已受到本性影响的习惯性 生理和心理行为 要解读一个人的姿态 不是用带有评判的眼光去看 而是去了解它是如何执行动作的 姿态呈现通常是复杂的 因为它是众多不平衡的集体表现 试诊 在每次观察病人的开始跟最后 请病人自然地站立 双脚微微打开 手臂自然下垂 与身体两侧 并掩饰正前方 我们从后面及侧面观察 病人的站姿 后方试诊 从后方观察 可以看出脊椎轴线的不协调 椎骨偏离 可能采取不同的形式 往左或往右倾斜 浅积膜张力 往右或往左横向平移 身肌膜张力 横向平移的特征 在于集图之间的连线 不连贯 这种现象表示 脊椎呈现了完整发展的整体病造 不同阶段的脊椎受影响 在姿势性积张力障碍上 就会有不同的意义 上段 头部与心理层面有关 中段 胸部与节奏性的功能有关 例如呼吸 心血管系统和情绪 下段 胸腔骨盆 与生物学的所有基本功能有关 如消化 性欲和安全感 侧面试证 对于姿态呈现的解释 还必须考虑到侧面的观察 从侧面看 我们基本上观察 上述三段的脊椎 相对于重力线的姿态 在有明显筋膜张力的情况下 我们预期可见脊椎有压缩性的瓦解 不平衡可能发生在 不止一段脊椎的前驱或后驱 前表肌膜张力和身肌膜张力的平移 前侧不平衡对于功能抗进 过度外放 外向的活动 后侧不平衡是一种功能低下 更加含蓄 内向的行为 评估 不平衡将根据设计的水平高度来解释 但也要非常小心地将脊椎骨本身的排列 加入考虑 因此 圆肩 青春区少女常见的姿态 通常是胸部往后位移 换句话说 是内向的行为 而不是外向的行为 除了这些前后不平衡之外 我们还必须谈谈另一种压缩性姿势 患者似乎已经失去了正常身高 好像他的肩膀上有世界的重量 这种压缩是由于身肌膜张力 和或应急膜张力引起的 这可以视之为缺乏能量 疲劳 患者感觉好像自己没有活力 若观察者的敏感度更高 可以注意到这种压缩是整体的 还是在某段脊椎中 在每次诊查的评估阶段 我们绘制每位患者姿态不平衡的图表 我们可以在图表上描述每个不平衡的强度 甚至用数值去量化严重的程度 治疗结束后 再次观察我们的病人会发现一些有趣的变化 如果姿势被矫正了 我们预期这将有利于解决问题 相反的 如果姿态保持不变 问题将只会有轻微的改善 并且不会持续很长的时间 当检查者患有脊椎测弯的儿童 姿态的试诊尤为重要 因为根据脊椎变形的阶段 此时姿态仍然是可逆的 如果我们能够获得令人满意的姿态平衡 那么我们就可以抵消脊椎测弯的进程 对父母而言 姿态的观察 也让他们更容易而明显地理解治疗的结果 姿态也是判断腐具效果的一个有趣的参考 如果正在进行古病学疗法后 患者想知道 他是否仍应该使用腐具 我们只需要观察患者 穿戴腐具前和穿戴腐具后的姿态 如果腐具使姿态行为恶化 我们应该毫不犹豫地建议它停止穿戴 如果穿戴腐具改善了姿态 应建议患者继续穿戴 如果并未有任何改变 患者可自行决定是否继续穿戴腐具 一般来说 系统性的姿态观察是一种客观方法 让我们可以评估组织和病造模式的重要性 验证我们的治疗结果 及时追踪患者的病程 然而试诊只是一个开始 要对古病学病造做出完整的诊断 感觉需要触人检查 这将在下一章讨论